再来看到瑞穗建安日照中心开幕启用不到一年 目前营运的概况、未来规划发展等问题备受关注 花联县议会保安小组总召魏嘉贤 则是率领了小组成员今天特别现地考察 来听取地方基层新声 花联县议会保安小组总召魏嘉贤率领小组成员 副议长徐雪玉、哈尼嘎造、简志龙议员 在花联县卫生局长朱家阿翔的陪同下 实际来到瑞穗建安日照中心考察 听取瑞穗卫生所主任吴大志的简报说明 你还要找人这不容易啊 所以后来政府发现到 预期找民营单位很困难 那早不如我们就把公家的闲置空间 拿来做家庭家庭博物 那就是我们今年应该跟长朝市会合作 瑞穗建安日照中心 去年8月正式落成启用的瑞穗建安日照中心 不论各项长照业务的推动执行 未来规划发展 保安小组深入了解的同时 日照中心面对偏向长者 碍于缺乏使用者付费的观念 而裹住不前的常态问题 保安小组也感同身受 走下来就觉得说我们卫生所所办的业务真的很烦 然后又很难多的不同类似的 如何去让我们在地的长辈 愿意走出来到我们的卫生所 这里的一个场所 这就要仰赖我们 如果我们有座谈会 座谈会的时候就几年座谈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宣导 然后还有我们的封印机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做宣导 其实这很多管道我们可以去做 那至于要让长辈能够自行的 想要到这个位置来的时候 要有诱因 除了专业人员聘用 以及培训专才 随着AI医疗科技的进步 长者健康医疗的照顾 还得软硬体相辅相成 刚刚主任也 最后解放的做得很清楚 其实要怎么样去做一些改善 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需求 有怎么样的吸引力 让他们可以过来 其实设备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副作今天也要到现场 我相信副作 只要副作一看我们都会自起 我这边还会说建议的方式来说 刚刚说你会对地方熟视度也蛮高的 那其实可以鼓励社区 就是尽量能够承植 刚好应该也是在秀务部长这边的严谋 就是说加多这些事情 其实可以帮帮需管 刚好它也是在有地方的一个颜线 我讲说照顾人 刚好可以在这个里面 可以看到什么都额的量 那之后可以多长到一张中心 这个感觉有一个需求 花莲超高龄化的社会人口 健康照顾 医疗服务量能 首当其冲 医疗体系出身的花莲县议会保安小组 市局能够给很多的意量 让这边的卫生所有不同功能的呈现 那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的卫生所就像7-11一样 有各种不同的业务 那也加了长照 那把长照的部分也推展得蛮好的 那由于偏乡老化的严重性非常非常严重 那在我们可以看到秀林 然后万荣 那瑞穗跟灼溪都是如此 那我们更希望未来能够结合一些企业 然后还有一些政府的资源 共同来协助在地的老人家能够在地老化 也能够有安心安全的一个居住品质跟生活环境 那我们在此在保安小组的部分 未来会持续的来支持卫生局的各项长照业务 随着总统赖清德上任 长照政策也将再升级到长照3.0 议会保安小组关注 华林县卫生局是否也准备好了 仲招卫嘉贤也特别率领小组成员 针对全县原乡健康医疗照顾 偏乡地区长照机构量能全面考察检视 与主管机关首长搅环意见 期盼能真正落实 并让华林县长照服务与国家政策同步升级 再次